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83集 拆分版86集的案件 综合医院杀人事件 这一集可以说相当经典了 虽然是动画原创 但氛围构造的十分不错 给人一种做了一场噩梦的感觉 这天毛利大叔因为腿部骨折 住进了医院 原来三个星期前 毛利大叔在抓捕犯人时 被犯人抓住了 幸好柯南及时赶到捡了个人头 毛利大叔才脱离魔罩 但是腿脚却负了伤 毛利的武力值 正是根据剧情的需求十低十高 名侦探住院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全院 在众人的照看下 这三个星期医院都有惊无限 护士小美过来送餐 她表示最近大家都在议论 毛利这位住院的名侦探 听到美女护士的赞誉 毛利瞬间丧失了表情管理 我真想看看 在背后夸我的都是哪些白衣天使 您看我这不是来了 进来的这位白衣天使名叫阿雄 他是一位外科大夫 也是毛利的主持医生 只见他恭维了两句后 又跟进来了一位同行 他的名字叫大江 看着身边资历相当的阿雄 他开始出言无状 称赞什么呀称赞 阿雄这个人滑头的狠 您小心不要成为他的实验品啊 大侦探 哦不是大侦探 你会不会说话 哎呦那个吓死我了 大侦探 要是哪天我被杀了 凶手肯定就是阿雄医生 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死成一家表示 那我们也不客气了 说吧 大家医生就得瑟的走了 留下阿雄脸色发绿 事业英语怜悯 毛利大叔还在住院 主治医生阿雄端来两杯咖啡 要救着宇生和毛利倡议 小兰便带着柯南回家了 毛利大叔却在和医生的咖啡对影中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时 病房里已经四下无人 时间正好是晚上十一点半 无聊的毛利便朝窗外一丑 却发现对面的病房里 有一个人在持刀行凶 杀人的动作透过病房的窗户 让毛利看得一清二楚 正义的大叔一跃而起 立马冲到前台让人报警 然后便拼命撑下那间出现杀人一向的对面病房 嘿嘿嘿 只见大叔白天时吃饭还要人味 此刻却已经剑步如飞 对生命的敬畏使他克服了半身不随 警察们瞬间到场 毛利也终于赶到了案发的病房 但诡异的是 这个病房里干干净净 一如往常 并没有任何凶案的迹象 毛利推测可能是尸体不见了 但大家显然不是很相信 尤其是大将医生 仗着自己还没死 又跳出来给毛利的处境补刀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 幸好毛利的医生阿雄及时赶到 用友好的语言为大叔站脚 毛利侦探只是有点精神问题 不要为难他好吗 毛利虽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想起自己今晚喝咖啡都喝到睡着 精神状态可能真的不是很好 于是大将医生表示 这不就是虚惊一场 在他的带头下 众人纷纷离开了病房 但事情还没完 在这之后 毛利又在病房里看到了同样的场景 不下两三次 而毛利大叔则每次都无一例外的大喊报警 并毫不犹豫的冲去对面的案发病房 可是结果每次都一样 那个所谓的案发病房并没有任何异状 这让毛利大叔很受伤 大家虽然嘴上不说 但已经把大叔当成了智障 我是真的看到了呀 相信我 他的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 接下来可以转进精神科 阿雄医生不断推测 毛利是因为经常破案压力很大 所以才会搞成这样 这让小兰也很心疼 但是柯南却觉得是有异状 因为一个靠脖子破案的人不可能压力很大 于是柯南只身来到了毛利所目击到的案发现场 只见这个病房的地上有些许水渍 这是雨水打进来的痕迹 但是这个病房明明一直门窗紧闭 柯南意识到是有人曾经把窗户推开 因为当时是深夜 以漆黑墙面为背景的窗户玻璃 就变成了一面镜子 而毛利大叔所看到的杀人现场 其实是反射在这扇窗户上的景象 难怪大叔每次都会扑空 看来确实是有人在搞鬼 根据窗户的角度 柯南来到了一间仓库 这里就是杀人影像传出的地方 仓库里堆放着杂物 其中就有一个用来练习急救的假人 显然这个假人就是毛利大叔所看到的被害者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屡次于半夜之时 在这里刺杀假人 这让柯南陷入了疑惑 手段是了解清楚的 可是杀这个假人意义何在 是为了练习急救吗 这不是有病吗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柯南决定亲自出马 视野应与怜悯 柯南留宿医院 哦哟真是感人呐 毛利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 其实叔叔搞成这样 我也有责任 只见阿雄医生跟往常一样 拉开窗帘 调好闹钟 留下药片就离开了 这一切被柯南看在眼里 这一晚柯南精神紧绷 不住观察 毛利却在柯南什么都没干的情况下 陷入了沉睡 很快就到了11点半 闹钟又响了 话说有时候会在这个点设闹钟 强行也觉得有问题啊 柯南来到窗前 发现对面又出现了行凶画面 两个蒸蛋六只眼睛 看得一清阿楚 那绝对不是什么幻觉 终于有人肯定了毛利 于是他又又又又又一跃而起 接着两个人分头跑开 毛利照旧赶去对面的病房 柯南则来到了放假人的仓库 但是他没有想到 假人今晚活得很好 原来这场闹剧 与今晚进入的高潮 柯南暗道不妙 便赶紧冲向毛利大叔赶去的病房 发现大江医生 已经先来一步死在了这里 毛利则在一旁睡得正香 柯南的流速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其实想想也知道 今晚有两个目击者 怎么可能又把锅推给幻觉 木木警官终于赶到 经检验被害者大江医生 身上有两处伤口 其中背部插着一把小刀 毛利虽然已经醒来 但还是昏昏沉沉 你找出什么线索了没有 毛利老弟 你能不能自己动动脑子 毛利老弟这次已经快疯了 大叔一脸懵逼 我一进去就被人打晕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案情陷入了迷局 这个时候 带节奏就显得尤为重要 是毛利先生杀了大江医生 我早就知道 阿雄医生姗姗赶到 见状他喜上眉梢 木木警官难得的发现了一个滑点 你早就知道 阿雄医生小乱阵脚 但他马上交代了毛利最近的所见所为 表示毛利的精神现在很不好 也许是为了自证生育 也许是因为住院太久迫切接单 毛利先生潜意识里的欲望 酿成了这场凶案 可是这种事 我们一般不需要亲自上手 柯南也提供证言 表示案件发生时 他正和毛利一起目击 所以不可能是大叔杀的 可是木木表示 柯南的证词会被认为有袒护嫌疑 法院可能不会认可 此生的话都失去了分量 阿雄在一旁得意洋洋 就差把凶手二字写在脸上 这也算是当着柯南的面扯淡的第一人了 毛利失去了信心 怀疑真的是自己杀了人 众人也没有头绪 话说没人重视一下 毛利大叔被打晕的这件事嘛 秉着对毛利大叔的信任 木木警官并没有被一次性带进沟里 他表示已经了解到阿雄医生和被害者在生前存在矛盾已久 所以阿雄医生的嫌疑也不小 除非能接触木木警官我的大招 请说一下你的不戴场证明 可惜这个阿雄医生似乎早有准备 命案发生时 我一直在办公室做事 护士小美可以证明 对此小美表示 当时我因阿雄医生的要求 给他送去病例 我听到他在屋里打电话 我还跟他聊了两句 柯南问阿雄那是一通怎样的电话 问证词里的细节 是一个审讯的技巧 阿雄懒得回答 但是木木警官这次却对克南的话尤为重视 请你回答好吗 阿雄含糊的表示 那只是一个匿名的患者家属 对他进行的诊疗抱怨 这种事经常有 你的技术还真是好 木木警官终于被带进了沟里 因为他也懂得除掉所有不可能 剩下的无论有多么难以置信都是真相 只不过他还没有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就下了定论 看来最有嫌疑的还是毛里搂地你了 克南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 他来到阿雄医生在案发时间所在的办公室 发现阿雄医生桌上的咖啡杯已经空空如也 但是砂糖却完全没动 他记得阿雄医生明明是个食堂狂魔 接着他发现房间里的坐机是可以自动接听的那种 克南突然明白了一切 接下来他还要求证一件事 于是他又找到了见识人员 啊你是毛利身边的那个小朋友 节哀顺变啊 你先避嘴好吗 木木警官说要你调查一件事 见识小哥十分配合 克南很坏就得到了结果 这与他预料中的一样 于是他会心一笑 便向毛利伸出了魔爪 我要开始了木木警官 什么 这是什么原理啊 你不用担心 一般这个时候呢是凶手担心的时刻 各位 其实这是一起凶手精心设计的案件 目的就是嫁祸于我 让他自己脱罪 首先他在某些夜里 用假人做出刺杀的影像给我看 每当这种夜晚 他就会拉开我病房的窗帘 给我服用安眠药 并在他刺杀假人的时刻定闹钟 让我能顺利的看到杀人的画面 没错 凶手就是阿雄医生 他这么做 都是为了让大家和我自己 都以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 这样的话 等真的命案发生 他就可以嫁祸给我 你忘了吗 我也不在场证明啊 很简单 你在去行凶之前 就用你办公室的坐机 打到你的行动电话上 并开了免提 接着你就去我对面的病房 将约出来的大江医生杀害 在十一点半时 你又当着我的面 再捅了一次被害者的尸体 因为你知道我一定会过去 但是当我赶去时 你就打晕了我 并把我的指纹摁在了刀子上 而这个期间 你只是在用行动电话 和护士小姐交谈 呵呵呵 推理很精彩 可是 你倒是拿出证据啊 证据就是 你根本没有喝护士小姐 端去的咖啡 因为你没有加糖 恐怕是因为 那时候你根本不在办公室吧 呵呵呵 这有什么稀奇的 我有时候喝拉菲也不加糖啊 比如我今天就不想加 怎样 也就是说 你承认你今晚喝了那杯咖啡了 可是 那就奇怪了 因为你的咖啡杯上 竟然没有你的指纹啊 我洗掉了 不行吗 可是 这就奇怪了 因为咖啡杯上 还有护士小姐的指纹啊 你是怎么做到 只洗自己的指纹的 依我看来 这是因为 你赶回来时 还没有来得及 摘掉作案的橡胶手套 就直接倒掉了咖啡 我 我用习惯喝 我承认 我就是凶手 大哥 这个证据就算不请律师都可以批啊 你也太实诚了 其实我们的外科院长 下个月就要退休了 而我跟大江就同时成为了这个位子的候选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江却拿出我的把柄 逼我提出辞诚 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我其实是靠贿赂的方式 进入这家医院的 没人叫你说这个 而大江的教授爸爸 就是我分期付款贿赂的对象 所以我就只好杀了大江 话说你这不就也抓住大江家的把柄了吗 怎么会被单向威胁 而且这个走后门竟然还可以分期付款 忽然觉得走后门的门槛降低了 不过柯南教育我们不能用违反正道的方式上位 否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毛一大叔得知自己破获了案件后 就一秒恢复了精气神 出院后还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人 这边案子的手法其实略勉强 凶手明明用自己的傻屌不太想证明就够了 非得找个大侦探来折腾和嫁祸 然而这个案子的经典之处 却正是毛利被折腾的过程 汤驼的大雨 潮湿的病房 化工老旧的医院 恐怖的凶杀在寂静的深夜重复上演 氛围营造可谓一角 成功成为了很多人的噩梦 这期就说到这了 再见